Hello,大家好,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模拟预算表 它的英文名字叫DataTable 主要用来分析变量对结果的影响 在Excel中它有两种模拟预算表的计算 一种是单变量变化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另一种是双变量变化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这里举个例子吧 假设你全额贷款买辆车 贷款的额度是15万 目前借款的利息年利率是5% 贷款的年限是8年 可以从贷款的利率和贷款的年限两个维度 来分析每个月偿还的金额 那这里我们先说一下单变量变化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那我们从利率的角度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贷款额度是15万 年限是8年 年利率是5%的时候 那我们每个月应该偿还多少钱呢 我们这里要利用一个财务函数叫PMT 我在以后会出一期视频专门讲解一下PMT 那我们这里直接写函数了 PMT 然后打上括号 然后我们说一下它的利率 这里是年利率 所以我们要除以12 然后拿它期限 那乘以12 因为它是年 然后PV 它的PV就是它的现有的价值 就Value 然后我们再打上括号 以后我会再抽一个视频专门讲一下时间价值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以后的视频 然后回车一下 那我们就得到了1898.99 也就是说我们贷款额度15万 年限是8年的 年利率是5%的情况下 那我们每个月应该给银行还的是1898.99 那如果年利率是4%呢 6%呢 那它每个月应该给银行还的金额是多少 然后这里可以一个一个的用PMT来计算 但是这样太麻烦了 我们这里要用到我们今天讲到的模拟运算表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操作 我们选中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来到数据 数据我们来到模拟分析 来到模拟分析以后 我们找到模拟运算表 找到模拟运算表以后 然后我们看见 因为我们行是没有数据的 那我们就直接输入引用列的单元格 这里应该引用的是列5% 那我们确定 我们就看见了 我们在年利率为4%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以银行缓缓的金额是1828.39 我们可以用PMT验算一下 利率是4%除以12 然后年限乘以12 再PV也就是现有的价值 然后我们回车一下 计算的金额也是1828.39 有些朋友就感觉说 为什么这是负号呢 以后在出PMT视频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解 为什么这里是负号 那我们再从利率和时间 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的规律 上面是年限 然后下面是利率 那我们和刚才一样 先算一下 我们的贷款额度是15万 年限是8年 年利率是5%的情况下 每个月应该给银行还的金额是多少 PMT 然后利率除以12 然后年限乘以12 然后单场额度PV等于15万 然后回车 我们和刚才算的金额是一样的 也是1898.99 然后我们选中所有的区域 然后到数据 然后找到模拟分析 然后我们找到模拟运算表 找到模拟运算表以后 它这里说输入引用行的单元格 这里的引用行的单元格是8 F2 然后我们再输入引用列的单元格 引用列的单元格是利率 那我们选中我们的5% 确定 我们就看见 我们所有的数据就计算出来的 特别快 可以就是看一下 在它的利率是5%的情况下 年限是8年的情况下 是和我们这里的数据是一样的 这个标注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 然后我们来判断 选用什么样的利率 以及选用多少年限 对我们更有利一些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济的实际情况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再见